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一部女性成长蜕变必看的美剧 其故事内容更是被评为当代独立女性的缩影 豆瓣评分高达9.4 知乎上也是好评如潮 故事一开始就是鲜花美酒宾客云集的婚礼现场 身着婚纱的米奇麦瑟尔满心雀跃地发表典礼致词 她生活在富裕且幸福的家庭 父亲亚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母亲罗斯也拥有良好的教养 而她也有清晰的人生规划 六岁时就决定本科要攻读俄国文学 十二岁时找到了自己的个性发型 十三岁时就确定了自己要去的大学 而这一切规划 都是为了遇见一个完美的男人 乔尔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裁 拥有帅气的外表和同样富裕的家境 转眼到了四年后 此时他们已经拥有两个孩子 而米奇看上去不仅美丽不减还多了几分优雅 这一切都源自她强大的自律能力 她数年如一日地保持身材管理 每天都要严格测量腿为腰为和胸为 确保身材始终保持完美比例 不仅如此四年来 每晚都会等丈夫熟睡后再起身卸妆 然后涂上厚厚的保养品 上床前还会故意打开窗户 确保第一缕阳光叫醒她 然后快速洗漱化妆躺回床上 等待丈夫闹钟响后的早安稳 然而精致貌美的她并不是花皮 不仅能下的厨房做出美味的佳肴 还上了厅堂帮丈夫协调每一场演出的时间 原来乔尔不喜欢父亲给她安排的副总裁工作 闲暇时会去煤气登咖啡馆表演脱口秀 负责安排时间的巴兹对她有意见 每次总分给他人少的凌晨时间 每次米奇都会拿出美味的牛胸肉帮她协调 确保她在黄金时间点登台 还会在下面帮她记录段子中的不足 虽然丈夫从来不看 这天她无意间看到 电视上的喜剧演员跟丈夫乔尔的表演一样 气氛她抄袭丈夫的段子 乔尔善善的解释是自己一直在挪用别人的梗 顾及到丈夫米奇没有在追问 这一天他们邀请了好朋友来看乔尔的演出 因为时间紧急米奇帮乔尔拿衣服时 没有注意到毛衣上重铸的洞 米奇安慰她没关系 还提议她把这件事加进段子里 而习惯挪用别人作品的乔尔毫无创作能力 加上太过紧张 窘迫之下只能继续背之前的段子 总之这次表演十分糟糕 回到家挫败的乔尔把所有都怪在米奇身上 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她 米奇极力挽留 他们还有两个孩子 而且之后她保证会做得更好 对象就是她办公室连铅笔都不会削的秘书 米奇这一刻感觉自己如此可笑 对她没有再挽留 可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还是有些失落 随后她回到父母家 向他们坦白乔尔出轨秘书并离开的消息 却没有得到任何安慰 母亲开始哭天抹泪 父亲则是恼怒地责怪她 父亲表示她需要丈夫孩子需要父亲 让她换上漂亮裙子把丈夫哄回来 米奇回去后端起酒杯一眼下 不顾外面的大雨穿着睡衣就冲了出去 看她拎着酒瓶的狼狈样子 地铁里的人都躲得远远的 她来到丈夫之前演出的酒馆 站在台子上感受她口中的梦想 然后忍不住来了一段即兴脱口秀表演 米奇凭借着超高的脱口秀天赋 很快就点燃了全场的激情 也吸引了台下苏西的注意 在酒精的作用下 她越说越起劲 甚至脱下睡群证明自己的努力 巡逻的警察近来以公然猥亵罪 和无证表演逮捕她 警车上她遇见了科要被逮捕的 著名单口相声表演者兰尼布鲁斯 可没过20分钟米奇就被保释了 咖啡馆老板苏西看中了她的天赋 和原创能力 想培养她做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但米奇并不感兴趣直接拒绝了她 就在她打车准备离开时 发现口袋里没有钱 只有那本她帮乔尔记录段子的笔记本 她转身回去逛遍了附近的所有咖啡馆 听着台上抄袭的段子 她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于是来找苏西同意了她的提议 第二天一早她苏西打扮后 来警局保释了昨天跟她一起进来的布鲁斯 询问她对喜剧行业的看法 这边乔尔找到父亲摩西 说她要跟米奇离婚 摩西根本不相信她感情不合的说辞 摩西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乔尔回到办公室 就发现她的秘书坏人了 她怒气冲冲地来指责父亲 不要插手自己的事 父亲不仅不理会 还庆祝起自己猜对了 父亲提醒她清醒一点 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她 而且她的工作也是自己找人安排的 晚上两家人齐聚米奇和乔尔公寓 米奇父亲把乔尔叫进房间 称自己恨不得把她扔出窗外 他让乔尔想清楚 她发过是他们还有孩子 乔尔有所触动主动来找米奇 称赞她今晚很漂亮 但米奇并不想过乔尔人在心不在的婚姻生活 直接询问她什么时候把东西搬走 至于孩子他们随后也可以商量 用餐期间 乔尔父亲又吹嘘起他往日就犹太人同胞的事情 米奇父亲看不惯反驳了两句 两人发生言语冲突 吵着吵着转到了儿子离婚的市场 摩西说出儿子挣的钱只能勉强糊口 就连买花的钱都是自己出的 而且这座公寓也是他送的结婚礼物 现在他们要离婚他准备收回房子 父亲站出来为女儿鸣不平 客厅一时间炸了窝 米奇猛灌一口酒后拿着外套来了煤气灯咖啡馆 他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看见他过来苏西立马把台上的人赶下去 上来先是一句俄语开场 吸引了台下所有人的注意 以此开头他插科打混戒童话故事吐槽男人 但说着说着内容尺度逐渐变大 他再次以同样的理由被巡逻警察逮捕了 深夜的监狱里米奇回忆着他和乔尔刚相识的场景 警察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有人交过保释金他可以离开了 米奇以为是苏西没想到来人是布鲁斯 原来他在附近上班时 听说米奇被警察逮捕 过来报答他上次保释自己 随后米奇带着他来见苏西 他邀请两人周五晚上来先锋俱乐部 看爵士乐队表演 约定好后苏西说起米奇是第二次入狱 需要准备好上庭 他作为经理人会请律师来解决 第二天一早米奇按地址来了律师事务所 这破烂糟糕的环境跟他精致的装扮格格不入 他甚至有些质疑律师的能力 不过简单交谈后 科塞勒律师轻松自信的态度让他立马有了改观 法庭上 在科塞勒不断的语言公示下 法官同意无罪释放 然而法官最后的一番话戳到了米奇痛楚 年轻气盛的他开始据理力争的反驳 他不觉得自己使用那些词语有错 这跟男人们在发廊里说的脏话没什么区别 还指责法官外面那么多大事不去处理 反而在这里为难他一个小女人 法官大发雷霆米奇再次入狱 身上还多了个藐视法庭的罪名 他不仅要向法官道歉 还要支付200美元的罚款 无奈他只能打电话向丈夫乔尔求助 见他不愿多说乔尔没有追问 把钱交给了过来的科塞勒 交完罚金再次站上法庭 米奇诚挚地向法官道了歉 认下罪名并承诺不再犯错 回想起最近的经历 他觉得自己从事喜剧行业将会付出很多 甚至会影响他整个家庭 苏西理解他的顾虑 保证自己会拼尽全力让他成功 与此同时米奇的父亲亚伯看着妻子为女儿的事 整日担忧日渐憔悴 便忍着反感来找亲家摩西商议 愿意支付公寓一半的钱 希望摩西能保留公寓 以方便米奇和乔尔回心转意 摩西同意了下来 他觉得儿子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回归家庭 如他所料乔尔很快就对秘书厌倦了 他打来的电话都让人以他不再回绝了 甚至开始怀念跟米奇在一起的时光 米奇这边如约来先锋俱乐部观看乐队表演 为乐队做开场介绍时米奇自告奋涌上了台 先来了一段脱口秀表演 引得台下观众欢笑连连 甚至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就下了台 尽兴而归的米奇刚回到公寓门口 就看到了等候在此的乔尔 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也许是个错误 没想到米奇却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乔尔失望又难过地转身离开 上楼后米奇发现父亲等在屋内 就把刚刚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父亲一瞬间就红了眼眶 他明白女儿的这段婚姻可能真的结束了 另一边苏西也在努力兑现他的诺言 辗转找到了就相识德雷克先生 想向这位专业的经理人请教 该如何捧红一颗星星 德雷克拿出名片递给他 让他先学会跟秘书们交涉打电话预约时间 他们将会有一个长时间的谈话 很快米奇就带着东西和孩子 搬离了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住回了父母家 一切都回到了结婚前 但不同的是多了两个吵闹的孩子 父亲阅读的时间和儿子伊桑看电视的时间冲突 米奇和母亲都提议再买一个电视机 但父亲却执意不肯 准备休息时罗斯再次提起买电视 他觉得乔尔很快就会回心转意 想让女儿在等待期间快乐一些 亚伯不忍心打破妻子的幻想 同意了买电视的要求 亚伯睡着后罗斯开始起来卸妆 收拾好头发后敷了厚厚的面膜 这一套流程和米奇之前的是一模一样 米奇这边开始为她的脱口秀事业努力 苏西觉得仅凭她笔记本上的东西远远不够 于是带她来音像店买脱口秀演员的碟片 回到家的米奇迫不及待地播放碟片 精彩的内容让她沉浸其中 就连母亲的敲门声都没听到 母亲推门进来她才慌张地关了播放机 她还不想让母亲知道她在做脱口秀 那时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并不受欢迎 晚饭时乔尔打来电话 称找到了新房子想跟儿子见一面 于是两人约定好在市中心见面 但陪儿子来公园时 米奇被旁边的演讲吸引 意外被选中上台发言 她幽默地描绘了周围的环境 还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相关的场景 得到了观众的振振欢呼 演讲结束她发现已经来不及赶去约定地点了 于是给乔尔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地址 准备直接把儿子送过去 然而到达新住址门口时 米奇有些恍惚了 华丽的大堂一样的电梯 甚至连按电梯的人都差不多 这简直是他们之前公寓的复制版 然而敲响房门后 开门的是乔尔的前秘书潘妮 进门后里面的装饰更是让米奇大为震惊 大到家具小到百件 都跟他们之前的房子一模一样 米奇一直以为乔尔想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可仅仅隔着两个街区 他还过着从前的生活 绕了一圈只有自己是他想换掉的 两人由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后 米奇为他刚才的冲动道了歉 拿起衣服离开 回去后他取下手上的结婚戒指 放进了首饰盒 晚上他和苏西穿梭在各个脱口秀表演现场 观摩各种演出风格 记下自己的感悟 苏西还动用自己的人脉 混进了大的演出餐厅 观看莱德斯凯尔顿的现场演出 看着聚光灯下出色的表演 米奇好像看到自己站在那里大放异彩 观看结束苏西觉得他们这样还不够 真正掌握脱口秀的办法是上台 两人一直聊天到深夜才分开 米奇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两点了 父亲亚伯和母亲罗斯一直等在客厅 表达不满后要求他十一点之前必须回家 父亲表示他只要住在这里 就需要遵守这里的规则 为了警告他决定不购买电视机 气得米奇直接回了房间 母亲偷偷过来安慰他 米奇没有忍住把乔尔和秘书住在一起的事说了出来 母亲没说什么满事难过地关上了门 深夜米奇独自坐在阳台喝酒 看着对面的电视他做了一个决定 隔天米奇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应挺 在一众胡子花白的老人中格外出众 他虽然很讨人喜欢又充满热情 但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他 因为电梯操作员他们通常只雇佣男性 米奇只好无奈离开 路过楼下柜台时 一位顾客正未选择哪只口红纠结 热心的米奇随口为他提了建议 没想到顾客当场就买了三只 营业员都夸赞起他的能力 米奇忽然想到什么 转身回了楼上面试房间 回去后他就宣布了自己要上班的事 至于原因他要独立起来 需要一些没有附带条件的钱 母亲听完心疼的起身离开 父亲也是难以置信一遍一遍回来确认 是不是一周工作五天 下雨天怎么办 知道怎么去那里吗 米奇依依给了回答他才回房间 第一天上班的米奇 对一切都感觉很新奇 跟同事也很快打成了一片 对工作也热情下班 还在努力背诵工作内容 回到家里的步行的 他直接倒在沙发上 开心地跟母亲分享工作日常 还表示明天不穿高跟鞋了 晚上米奇来到咖啡厅 准备把他一天的工作见闻讲出来 苏西提议他先演练一遍 但他自信满满地表示不需要 随后他在观众的掌声中登场 开始讲述工作中的事 但台下的观众并不买账几次冷场 有些慌张的米奇把问题怪在灯光师身上 灯光师索性直接关了灯 黑暗中的米奇很尴尬 草草收尾离开了舞台 回到座位 他向苏西抱怨今天的观众像没知觉一样 苏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观众没有问题 刚刚有一个喜剧表演很精彩 是同样的一批观众 米奇不觉得是自己的原因 毕竟他看的喜剧表演 他们就从来不砸锅 苏西反驳他们都是花了数年时间不停砸锅 不停修改他们的表演 才有了现在几乎不砸锅的表演 这也是演艺生涯的一部分 米奇觉得自己不需要这样 他这次只是没有处于一个醉醺醺的状态 所以才没有带动现场的气氛 可转念一想他也不能总是大醉后再上台 苏西却劝他下次准备一下 急性发挥不是每次都有效 米奇决定做出改变 回去后他开始听各种脱口秀录音 试图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表演方法 一无所获后 他开始将希望寄托在报纸小广告上 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喜剧作家 他按报纸上的地址找到了他 作家一上来就对他的笔记一痛垮 然后一个五分钟的段子要价15美金 先付款随后寄给他 隔天米奇正在上班时 收到了作家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打小卡片 米奇满是疑惑地打电话过去询问 被告知直接带着卡片去表演就行 晚上米奇迫不及待地来到舞台 拿着卡片就读了起来 可上面的内容不仅没有笑点 甚至还有些错误的地方 于是他边读边现场改起了段子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场下观众实在忍受不了 让换一个喜剧演员 或者让前面的那个回来 米奇被激怒 男人站起来随口一个段子 就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米奇尴尬不已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直接表示自己不干了 刚下场就碰到了那个喜剧作家 一旁的苏西看到这一幕 才明白米奇今天的段子为什么这么拉垮 这个所谓的大师只不过是熟食店的厨师 苏西觉得他有问题应该找自己帮忙 而不是随便相信别人 米奇因为接连的打击怒气上头 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因为喜剧事业的失败 他白天上班也少了往日的热情 同事察觉后邀请他一起参加晚宴散星 晚宴上米奇放松的状态幽默的语言 很快就吸引了姑娘们的注意 还不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与此同时乔尔和潘妮的生活日渐步入正轨 带他来见父母 表面上他们相处很愉快 但趁潘妮去洗手间的空荡 他们都表示不同意 接下来的用餐时间乔尔心事重重 次日他送儿子时开门的是米奇母亲 接下来乔尔和潘妮看演出时 看着旁边空出的座位他全程心不在焉 之后的派对上 米奇的段子总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节奏也把控得越来越好 他表演结束来收拾东西时 被一个叫兰德尔的男人叫住 于是他配合着跟他开始了双人表演 两人像搭档一样出奇的默契 结束后两人自我介绍 才得知兰德尔是专业的喜剧演员 有自己的经理人巡演和节目 第二天调整好心情的苏西来找米奇 还顺便发挥口才帮他卖了一些演影 米奇其实也早就后悔那天说的话 所以两人轻而易举就重归于好了 这时同事微微安来向米奇请教 如何在周五为父母办一场 25周年的纪念日派对 米奇给出意见后还表示自己会参加 苏西有些摸不着头脑 对这些无聊的老年人活动很是排斥 但米奇认为是锻炼自己的一个绝好机会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苏西答应参加这场派对 转眼到了周五米奇和苏西如约来的派对 米奇的精彩表演让在场的人欢笑不断 而苏西也找到了目标 沉浸在桌上的龙虾盛宴中 这时兰德尔出现邀请米奇一起表演 两人依旧配合默契 观众也都很买账的大笑 苏西看到这一幕却有些不是滋味 静止离开了派对 次日兰德尔邀请米奇中午一起用餐 没想到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经纪人卢 说起他们在派对上的表现 卢建议米奇和兰德尔一起搭档表演 参加一些正式的广告和广播节目 米奇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苏西 苏西觉得这个兰德尔没安好心 是在借着合作机会接近漂亮女人 出于对米奇的保护 苏西亲自来找了卢 亮明身份后警告她 不要再出现在米奇面前 回去后她邀请米奇来做客 提起她在派对上和兰德尔的表演 称那不是脱口秀表演 甚至连演出都不算 面对苏西如此严厉的呵斥 再加上最近积压的情绪 米奇瞬间有些崩溃 她最近在努力变得强大独立 但那晚看见乔尔和潘妮在一起 她还是难过得几乎喘不上气 她知道派对不是表演 也想让一切回到正轨 而且她觉得和苏西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合约 与其说是经理人不如说是朋友 希望她能在自己表现不好时 鼓励自己 苏西听完别别扭扭扭地上前抱着安慰她 亚伯这边收到了贝尔实验室的工作邀请 很多诺贝尔奖的得主都出自这个实验室 这也是她过去20年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 她叫着妻子女儿还有儿子儿媳 晚上一起外出用餐 没想到在吃饭的餐厅 他们看到了乔尔和潘妮 于是立刻起身离开 乔尔也发现了他们追出来向米奇道歉 意外发现米奇手上的戒指已经取下来了 然后满是失落地转身回了餐厅 回去后米奇和哥哥诺亚偷偷在屋外抽烟谈心 另一边乔尔他们回去时 他借口回公司处理事情让潘妮先下了车 次日亚伯正式与贝尔实验室签署协议 但谈到背景审核时 才得知自己的女儿曾经入过狱 晚上用餐时看着身边的女儿 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先按下不表 与此同时录音店老板不知从哪 弄来了米奇之前在没有登咖啡馆的表演录音 直呼这段完全即兴的表演很精彩 并准备把他做成唱片销售 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米奇 在努力钻研自己的段子 把日常生活中的趣事融进了创作 通过现场演讲观看群众的反应 然后不断修改完善 这种方法让他进步神速 短短几个月就有了独属于他的十分钟段子 苏西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但这也意味着米奇到了离朝的时候 准备让他去不同的场子见识不同的观众 说干就干苏西亲自找到了老朋友哈利 看来他并没有学会跟秘书打交道 他直言希望米奇能为著名喜剧演员索菲做开场秀 哈利提醒他这个决定很危险 观众都是冲着索菲来的 若他的开场秀不够出彩会被生吞 见苏西态度坚定他决定先见见米奇 晚上苏西带着米奇来看索菲的演出 台上的他穿着肥大的衣服一副家庭主妇的装扮 接地气的表演贴近生活的吐槽 引得台下观众欢笑声不断 演出结束哈利把米奇介绍给索菲 索菲跟他简单打过招呼后 邀请他明天来家里做客 第二天米奇暗想门铃开门的是管家 房子内富丽堂皇的装饰 庶民负责不同工作的佣人 还有打扮精致的索菲 这跟舞台上的家庭主妇完全不一样 交谈中米奇才知道 家庭主妇只是索菲打造的一个人设 但米奇却不认同这种伪装的做法 与此同时那晚跟米奇见面后 乔尔就搬回了父母家住 工作中身为副总的他大胆地提出了解决方案 没想到意外被董事会接纳 即将升职带来的成就感和经济上的提升 让他越来越自信 于是拟定了一份生活计划书来找亚伯 他现在有能力为妻子和孩子提供一个三居室的房子 也有能力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开销 亚伯擅长数学看出这是他所有的工资 在乔尔的恳求下他答应帮这个忙 晚上苏西特意邀请哈利来咖啡馆看米奇演出 米奇上台后又讲起他的十分钟段子 由于听的次数有些多观众反应平平 米奇一时兴起讲起索菲家的见闻 把他台上的家庭主妇人设 和台下精致奢侈的生活全说了出来 观众被这新颖的话题逗得连连发笑 但台下的哈利却愤然离喜 他把自己最重要的演员介绍给苏西 没想到收到的却是被词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台上米奇在观众的掌声中继续着自己的演讲 演出结束已经是深夜 两人在酒吧里借酒交仇 现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不仅合作没了处境也变得很糟糕 苏西不理解为什么预演好的节目 会有现在这样的变故 但听到身边不停有人走过 夸赞米奇的表演精彩 他好像也释怀了 宿醉后第二天醒来 各大媒体都对米奇昨晚的表演口诛笔伐 不过苏西却恢复了镇定努力帮米奇安排演出 只不过连最不引人注意的脱衣舞会场 他们的演出也被取消了 回去后他又受到了上司的警告 称哈利已经放出话来 只要米奇再来煤气登咖啡馆演出 他就让这里所有的表演人员都在东海岸失业 此时的米奇正忙着参加儿子四岁的生日派对 作为父亲的乔尔也出席了 趁这个机会米奇跟他说起离婚的事 他们各自需要开始新的生活 孩子也需要时间适应新的安排 乔尔没有回答他 转移话题表示他现在能赚到很多钱 可以照顾好一切 晚上他们把孩子送回家 亚伯和罗斯都不在家 他们决定坐下好好聊聊 问起他为什么还带着婚结 乔尔表示他们的婚姻还没有结束 至于潘妮已经过去了 这些话加上熟悉的身体接触 两人再也无法克制对彼此的思念 就这样两人再次睡在了一起 完事后乔尔回想起他们结婚前 为他搞砸了一切道歉 还表示娶了米奇是他最幸运的事 希望他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米奇被他的话打动没有拒绝 聊天期间地上的脱口秀录音唱片 引起了乔尔的注意 米奇坦言自己在关注这些 还说了贩卖这些唱片的店 等两人再醒来天已经亮了 为了避免家人发现 米奇迅速起身让乔尔从窗户离开 乔尔一边吐槽这跟他们结婚前一样 一边匆匆忙忙准备离开 回过头还深深亲吻了米奇 回到办公室 乔尔荣光焕发斗志昂扬 在他看来和米奇复合指日可待 对工作也是充满了激情 为了讨米奇欢心 下班后他和好友一起来 煤气登咖啡馆 想预约上台位置 却被告知已经排满了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心情 而是和好友商议想想其他办法 而这一切都被门口的苏西听到 乔尔和好友来了米奇提到过的影响点 意外听到了播放机里米奇对他的吐槽 他生气地摔了磁带后静止离开 第二天上班也全然没有热情 甚至当场提出了辞职 这边米奇还沉浸在即将和丈夫复合的喜悦里 不仅重新戴上了婚戒 还开始测量起身体继续身材管理 然而第二天上班时 没等来乔尔却等来了叛逆 他已经知道米奇和乔尔共度一夜的事情 乔尔突然搬走 他也觉得是米奇在后面搞鬼 于是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大声斥责其米奇 因为造成了不好影响 主管过来让米奇找自己单独谈谈 与此同时苏西来找布鲁斯去煤气登演出 为米奇的表演做开场白 得知报纸上跟索菲做对的是米奇 布鲁斯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他的到来煤气登尾满了观众 简单地开场后他开口请出了米奇 米奇一上台就从今天的事开始吐槽 而此时乔尔就在台下 听着米奇把他们之间的故事 当成段子来博取众人欢笑 而且言语中极尽嘲讽 他心里五味杂陈觉得是苏西的兽艺 还指责他毁了他们的家庭 乔尔转身往外走时 听到台下有观众因为不满米奇段子里的话 开口回队还出口谩骂 乔尔虽然不喜欢米奇讲脱口秀 但却无法忍受其他人对他的侮辱 他追出门二话不说 对着那人就是一顿胖揍 被人拉开后 他在漫天雪花里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了不起的麦塞尔夫人 第一季到此结束 米奇和丈夫的婚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他刚刚开始的脱口秀事业 又会迎来怎样的挫折 下季见